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 驻托会计师会计技术完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讲 我们讲这一章的第二节 非流动负产 其实这相对来讲比较重要 第一个长期借款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明确一句话 我要跟银行借钱 如果我借款的期限大于一年 是不是应该叫长期借款 你小于等于一年叫短期借款 首先你借钱的时候 就会借银行存款 贷方会有一个长期借款 横杠本金第一个明确科目 比如说我借一百万 那就是借银行存款一百万 然后贷长期借款横杠本金一百万 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银行提前预扣了利息 等等情况 导致你拿到的钱会比一百万少 有人说会不会比一百万多 你明明跟银行借一百万 银行说不行 我求你了 我要给你一百万 一百二十万 银行又不少 不可能 所以只可能少 不可能多 那么最好的一种账款相等 那假如说你跟银行借了一百万 贷长期借款横杠本金一百万 但是你拿到的钱 比如说只有九十万 借银行存款九十万 那不就出现一个十万的差额吗 这十万的差额一定会在借封 因为你拿到的钱少 我们就到寄在长期借款横杠利息调整里边 写完这笔分录之后 您老人家应该有一个冲动 什么冲动 我们要划一下长期借款 钉字杖的冲突 借方有一个十万 贷方个一百万 那差额是贷方的多少 九十 将来这九十 他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什么 贷阅成本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在每年年末要给他算利息 但是这个利息呀 我们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要分次负息 啥叫分次负息 我借你的钱五年 我每年给一次利息 甚至每半年给一次利息 反正不是最后一块给 我们就把它叫做分次负息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借你钱五年 五年当中任何一年我不给你利息 到第五年年末 我一次性给你本金 一次性给你五年的利息 我们把这种支付利息的方式 叫到期 一次还本负息 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秋后算账吗 对 那么既然两种支付利息的方式不同 一种是平时给叫分次负息 一种是到期秋后总算账 叫到期一次还本负息 那么他算利息 用到的科目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分次负息 那他就会代应付利息 这个代应付利息 大家听好了 实际上就是用你的本金 乘以我们所说的什么 你借款的名义利率 该是多少是多少 而如果到期一次还本负息呢 很简单 那肯定是我们所说的 代长期借款 有人说怎么有长期借款 你别着急 他用到的名系科目叫横杠 应付利息 这俩有啥区别 利息平时给的是代应付利息 然后利息秋后总算账的是 代长期借款横杠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是一级科目 横杠应付利息是长期借款的 一个名系科目 你要从这来说 长期借款是不是至少有三个名系科目 横杠本金 横杠利息调整 横杠应付利息 对不对 对 将来长期借款的盯子账 我要把所有的名系科目 我不管你名系科目是什么 你一级科目只要用到了长期借款 我就把你过的盯子账上 结束了吗 还没有 您忘了吗 是不是我划完盯子账了 这是我欠银行的钱 对吧 那么将来我就会形成我所说的利息费用 可能资本化 比如说借借鉴工程或制造费用 或者是我用于研发 研发支出 可能费用化 记住什么财务费用 那我就用长期借款 盯子账的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算出我该进行资本化或费用化的利息费用 最后倒几差额 这个差额是长期借款横杠利息调整 在这说一下 你形成时长期借款横杠利息调整在借方 以后每一年贪销一定在贷方 比如说这个长期借款是五年 五年你会有五个贷方利息调整的贷销额 这五个贷方的合计数 一定跟你最初最初的借方这十万是相等的 换句话说 五年的时间到了 你利息调整正好变成零 是这个规矩 那么包括到期一次还满付期 也是用盯上余额成实际利率 贷方也是长期借款横杠利息调整 所以利息调整的贪销额 它的方向跟形成时的方向一定是相反的 只不过唯一的区别 分次付息利息是平时给 给利息时借应付利息 但银行存款 而如果到到期时 分次付息的长期借款 我到期利息平时给了只剩本金了 那就是借长期借款横杠本金 带银行存款 而到期一次还满付息的 除了给本金 还要给一次性的五年的利息 借长期借款横杠应付利息 带银行存款就可以了 有人说后边没利息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说的这么详细 其实长期借款跟我们后边的应付债券 账务处理非常非常类似 只要你应付债券会 长期借款也就会 只不过长期借款用到的一级科目是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用到的一级科目是应付债券 不都是负债类科目吗 原理没有任何区别 那么标题一 我就讲这么多 那么下面看标题二 公司债券 首先 这个公司债券一定是站在发行方的角度 我是发行债券 啥叫发行债券 是我把我自己的债券卖给了你 比如说这个债券要是三年期的 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 我给您打了一张三年期的欠条呀 对 那我是债务人 站在我的角度 我的义务是还本 付稀 这么说没问题吧 所以我要用的一个负债类科目 这个负债类科目就是应付债券 而买一种发行债券的 它一定是有面值 就跟前边的长期借款 一定有本金一样 这个面值 比如说我拿出一张人民币 你告诉我这面值一百 我再拿出一张 你告诉我面值五十 它一定有面值 这个面值一定是什么 你知道 另外 如果你的应付债券是到期 一次还本付期 你会有第二个明细科目 是横杠应付利息 慢点 那如果这个债券要是分次付息 一样 还是用应付利息 到期一次还本 我们才用横杠应付利息的科目 最后有个利息调整 我永远会告诉你 利息调整是什么的 到期的 所以横杠利息调整 形成的时候在借方 以后买一年的贪销额 一定在贷方 同理 形成时在贷方 以后买一年的贪销额 一定在借方 有人说你不是说利息调整 只可能在借方 我说的是长期借款 你只可能少收钱 不可能多收钱 所以他铁定在借方 而应付债券 有可能在借方 有可能在贷方 所以我经常说利息调整 是哪来的 到期的 好 明细科目 先给大家说的长 我们先看 一般公司债券 所谓的一般公司债券 就是除了可转债之外的 一般公司债券 我就给你打了一张欠条 首先标题公司债券的发行 对债券的发行而言 有面值发行 啥叫面值发行 我相信大家买过什么 重值卡呀 什么游戏币这些 如果他标着一百块钱 他就卖给你一百块钱 这就叫面值发行 什么叫溢价发行呢 他明明这个卡上面标着一百 但是这个卡非常紧俏 你别处还买不着 他就要你一百零三 那是不是米面值大 对 这就叫溢价发行 那么还有一种 是我们所说的折价发行 就是这个卡的面值是一百 就跟我们现在用微信 充手机充值 是不是你充一百块钱 一般他要你九十九块五呀 给你便宜五毛 这就叫折价发行 结论是什么 等于面值的叫面值发行 大于面值的叫溢价发行 小于面值的叫折价发行 那有人说 为什么会形成这三种发行方式 你问对了 是因为两个利率不同 一个是债券的票面利率 啥叫票面利率 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面值一样 你就假设把它理解为 这个债券 它在印刷的时候 夸张一点啊 假如说在印刷的时候 它就写着面值一百 同时就在这个债券上 写着我们所说的票面利率 比如说百分之五 所以面值是一支的 票面利率也一定是一支的 而另外一个利率是什么 另外一个利率 有时候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是什么 市场利率 或者叫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将来这个票面利率 跟市场利率有可能相等 有可能不相等 进而出现三种情况 先说第一种情况 如果票面利率等于市场利率 等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也就说你把这个钱买我的债券 跟你把这个钱存在银行 你得的利息一样多 那在这时候 我们一定是会按面值发行 也就是按票面价格发行 此时绝不会出现任何差额 如果按面值发行 根本不会用到第二个明细科目 横杠 以及调整 它就是借银行存款 带应付债券 横杠面值 这俩自动就相等了 但是 事事未必尽如人意 有可能票面利率 跟我们同期银行的存款利率 或者跟我们所说的市场利率 不相等 有可能票面利率占上风 有可能同期存款利率占上风 那么就出现了溢价发行 和折价发行两种情况 那到底哪一种是溢价发行呢 我教你个窍门 你听好了 就是将来你现在不是发行债券吗 我把我的债券卖给您 等于我给您打了一个N年期的浅条 那么站在我的角度来说是环板负息 站在您买方的角度来说 您是不是想投资 对 您能得到的利息一定是已知的 什么叫已知的 就是将来你买我的债券 你能得到的利息 一定是双面 哪双面 一定是用面值乘以票面利率算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双面 也就是说 我管你发行是如何发行 只要是你债券上印着面值 只要你债券上印着票面利率 那我的利息 我能得到多少利息 您能支付多少利息 是已知的 这是我每一期实实在在能收到的钱 叫双面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那大家想一个道理 如果票面利率大 比谁大 比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大 比市场利率大 票面利率要大 我算出的利息是不是自然就是多呀 对 那我算出的利息多 将来我给的利息多 大家愿意要吗 当然愿意要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债券是不是抢手货 对 你想给的利息越多的债券 你也愿意要 大家都愿意要 自然物以稀为贵 那就是抢手货 抢手货 我就可以卖的价格高一点 那么将来站在我的角度 我就叫溢价发行 站在您的角度 您就叫溢价购入 反正比面值大 您是比面值大买的 我是比面值大卖的 是超过债券票面价值的价格发行 这是第一种 一定要给我会判断这个 因为将来他很有可能让你算实际利率 你是住的会计师 你不是考中级会计师 这些基本点你必须会 那么还有一种 如果表面利率要小 比谁小 比市场利率小 比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小 表面利率要小 我算出的利息就少 我算出的利息少 我给人家的利息少 谁都不愿意要 只能是地摊货 那地摊货 我只能打折网出卖 所以他会是折价发行 将来他就会低于债券面值的价格发行 我不论你的发行价跟面值相比 谁大谁小 将来这个差额 我都会倒计在第二个明细科目 横杠利息调整里边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利息调整是到几的 如果是溢价发行 它会形成我们所说的债券溢价 折价发行会形成债券折价 这个利息调整既表示溢价 也表示折价 那我怎么区分 你是通过不同的方向来区分的 后边我会告诉你 就是这么三种发行方式 完全是看你 表面利率大还是小 表面利率大 你给的利息多 给的利息多是抢手货 抢手货我可以卖的高一点 溢价发行 表面利率低 你给的利息少 那是底摊货 地摊货只能打折网出卖 折价发行 表面利率等于市场利率 按面值发行 这必须记住 我后边会告诉你诀窍在哪 那么该说的说法了 下边我们看相应的账务处理 前边说过了 对于发行债券 就是我给您打了一张N年期的欠条 站在我发行债券的一方 是我的负债 那将来我负息的方式 可以是分次负息 到期还本 也可以是到期一次还本负息 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么不论你是哪两种 负息方式当中的哪一种 我是不是第一步就是发行债券 对 所谓的发行债券 就是什么情况 我给您打了一张欠条 您把您的钱给我 站在我的角度 我就会借银行存款 钱多了 那这是贷方会什么 贷方 我钱多了 我给人打借条了 我负债不就增加了吗 贷应付债券 我一定要体现第一个明细科目是什么 面值 那么假如说啊 我收到的钱是90万 而我债券的面值假如说是100万 我把100万的债券只卖了90万 那是打折网出卖了 打折网出卖是因为是地摊货 因为是地摊货是给的利息抄 给的利息抄一定是哪个利率低 票面利率低 才会形成地摊货 将来我就会倒几插额 应付债券 横杠 利息调整 就会出现一个10万 那么有了这个10万 您做完这一笔分路 您老人家必须有一个冲突 什么冲突 就是要画丁字账的冲突 刚才长期借款 咱们不是画过丁字账了吗 而且丁字账的余额 美其名曰叫贪于成本 我这也叫贪于成本 只不过我这画的是应付债券的丁字账 这有个借方应付债券横杠利息调整 我说过 我不管你明细科目是什么 只要一级科目用的应付债券 就要给我过的丁字账上 败方一个应付债券100 那么将来差额一定是在贷方多少 90 负债类科目余额不是在贷方吗 没问题 这90就是传说中的什么 贪于成本 这四个字是这样写的 叫贪于成本 其实就是丁字账的余额 说完了吗 说完了 那么在这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如果发行债券的发行费用 有人说这个词咱这么也熟呀 您在学第六章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 是不是发行债券支付的佣金手续费 那个名词叫啥 记住负债的初始计量金额就值得是这样的 然后怎么记住负债的初始计量金额 我不是说倒计在应付债券利息调整里边吗 怎么倒计 实际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假如说我收到的发行价 比如说是90 那么代方是我们所说的应付债券 横杠什么面值 只要你发行债券 一定要体现第一个名气科目面值 这不就是一盘吗 假如说我发行债券产生了支付的佣金手续费 那支付的佣金手续本来我发行债券收到90 我要产生了佣金手续费 我收到的钱一定比90怎么着少 比如说少2万 那我就收到88万 将来我倒计差额 你不是说利息调整是倒计的吗 对 我倒计差额就会出现一个12万 借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你看实际这个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挤完了是10万 而这个应付债券利息调整挤完了12万 这俩的差额不就是2万吗 而这2万不就是由发行费组成的吗 所以我说发行费就是倒计的应付债券利息调整里边 我没冤枉你 我没蒙你吧 就是那个道理 这我就不再给大家单说了 那我想问大家一件事 您现在不是收到90万吗 您债券的面值不是100万吗 说明它一定是折价发行 那要折价发行 说明它一定是地摊货 那要地摊货 说明它一定给的利息少 它给的利息少 一定是哪个利率低 票面利率 算利息用双面呀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给的票面利率低 那么票面利率要低 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实际利率就应该是高呀 对 假如说啊 我在这给的票面利率比如说5% 那我实际利率一定比5%高 比如说随便给个数字啊 这个数不是随便给你的 它是要算出来的 我后边会告诉大家 假如说实际利率8% 咱们看看合适不合适 那么将来你说的很清楚 如果你的利息要是平时 每年给一次 每半年给一次 叫分次复息 那么将来我们要用到的就是应付利息 而如果你的利息平时不给 而是在5年之后一次性给本金 一次性给利息 它就叫到期一次环门复息 我要用到的科目是应付债券 明细科目是横杠应付利息 就整个区别 跟长期借款是不是一样一样 那么利息调整 我就要在债券的存续期间内 你债券5年存续期间不就5年吗 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 咋摊销你别着急 首先这个债券的面值是100 你承认吗 因为我这写着横杠面值100 表面利率5% 那就是100乘以5% 我算出来的应付利息是多少 5 那如果你是到期一次环门复息 那你的应付债券横杠应急利息 也是双面 面值乘以表面利率算出是5 这么说你复息吧 没问题 代方应付利息那是分次复息的 代方是应付债券横杠应急利息 那是到期一次环门复息的 但是终究是我给您打了一张欠条 站在我的角度会形成利息费用 这个利息费用有可能资本化 什么叫资本化 比如说我发行债券筹集到的这个钱 我是为了盖厂房 将来这利息我就要算在厂房的头上 那要算在厂房的头上 厂房没盖完之前 是不是叫代建工厂啊 那我这儿就是借代建工厂 如果我发行债券筹集的钱 我就是为了建造一艘大型的船舶 那这利息就要算在这个船舶 这个存货头上 那我就会借制造费同理 我发行债券筹集的钱 就是为了进行研发 那将来我这利息就要进入研发支出 你没发现吗 在建工程最后转的是固定资产 制造费用最后转的是固存商品 研发支出最后转的是无形资产 他们最后的命运都对应了一个资产类科目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把它叫做利息费用资本化 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 我既跟盖厂房也跟研发 也跟制造产品没关系 我发行债券筹集到的钱 就是用于一般的生产经营 那我们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情况 叫费用化 这一部分利息对于我来说是支出 我直接寄财务费用 那你说清楚了科目 你总得告诉我 它的金额是多少吗 很简单 它的金额就是用于丁资账的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 你丁资账的余额现在不是90吗 那我就用90乘以实际利率 比如说8% 咱们可以算一下 也就是90乘以0.08 算完了得多少 7.2 对吧 对 你会发现分路没平 你借方用丁资余额成实际利率算出来的 你贷方是用面值成一片面利率 双面算出 此时就会出现一个贷方的差额多少 2.2 这个贷方的差额2.2 咋出来的 到底的 我曾经跟您说过一百回了 到底的永远是什么 利息调整 所以贷方就会有个应付债券横杠 利息调整 2.2 慢 我曾经说过呀 你利息调整形成的时候要在借方以后 每一年都在贷方 你形成时在贷方每一年以后 贪销都在借方 咱们验证一下 这儿的利息调整是不是借方10万 对 那么这儿出现了一个贷方的利息调整 没问题 那你真真正正还剩多少利息调整 是不是10万减2.2之后的金额7.8 是你还剩的利息调整 对 如果你债券5年 你分路要没做错的话 实际利率要没算错的话 所有的数据正好是吻合的 那么这是左边分次负息 那有人说右边到期一次款本负息 一样 借方也是可以资本化 可以废用化 金额上余额90乘以8%得7.2 贷方是应付债券横杠利息调整 2.2 只不过 您既然给我承诺了是分次负息 利息平时是要给的 当您给利息时借应付利息5 贷银行存款5就可以了 做完了吗 做完了 将来你做完这笔分路 您老人家随时要有一个冲动 什么 划丁字账的冲动 还是划应付债券的丁字账 您原来应付债券丁字账的余额 不是贷方90吗 你这出现了一个贷方的利息调整 2.2 是不是你的余额就是92.2呀 对 等到了第二年年末 我说的够清楚吧 到第二年年末 这不是第一年年末定算余额吗 你还是借在研工程制造费用 财务费用研发支出 只不过用92.2 乘以8%算出一个数 贷方应付利息还是双面5 倒几出利息调整 把这倒几出利息调整 比如说倒几出是2.3 把2.3过的丁字账上算出余额 是第三年算借方术的基础 年年就这么做 每做一笔分路就要画一个丁字账 那么左边是这样 其实右边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所说的应付什么债券 听好了 那可能有人就疑问了 我横杠面值要过在丁字账上 横杠利息调整要过在丁字账上 你这貌似有横杠应付利息往不往这丁字账上过 我说过一百回了 我不管民企科目 只要一级科目用到应付债券 当然要过在丁字账上 所以这儿的横杠应付利息 比如说这儿的5 我就以这笔分路为例 你应付债券原来不是90吗 在这儿90 然后这个贷方应付利息5 这儿有个贷方的利息调整2.2 将来你算出丁字账的余额是97.2 等到第二年 你是拿97.2乘以实际利率8% 借债兼工程制造费用财务费用研发支出 带应付债券横杠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永远是双面 面值一支 漂面利率一支 它还是5 到底利息调整 将来还是把这俩过在丁字账上 就可以了 不管民企科目 只要一级科目用到应付债券 都过在丁字账上 这是买个资产负债表日 假如说这个债券如果要是五年期 那我问你一件事 你前面四年是不是都是这么做的 都是先把应付利息或者横杠应付利息双面算出来 都是用丁字账的余额乘实际利率算出借房的数 到底利息调整 对不对 对 那假如说就是在第五年年末 我曾经跟您老人家承诺了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你的利息调整 如果五年到期了 正好就应该变成多少 零 而你在前边买一年都是先用丁字账余额乘实际利率算出这个数 然后应付利息到几利息调整 很可能 你第五年还用这种方法算 就算出来横杠利息调整 不一定是零 那怎么办 我的承诺不就是到期了利息调整变为零吗 这回我换一个思路 代方的应付利息 它始终代表的是双面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代方的应付债券横杠应付利息 始终代表的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它是不可撼动的 我又知道借方是这些科目 我又想承诺利息调整在最后一年把它变成零 那我这回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每一年是不是你的方向都知道 对 这回啊 我换一个思路 我先算利息调整 咋先算利息调整 很简单 我用最初最初借方的利息调整 减去第一年贪销额 第二年贪销额 第三年贪销额 第四年贪销额 把四年贪销额都减去 剩下的不就是第五年贪销额吗 我先算利息调整 是不是满足了利息调整 变成零的这个愿望 对 剩下的应付利息有了 应付债券横杠利息调整有了 最后我倒挤出一个资本化和费用化的金额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大家记住 债券到期的最后一年 一定要先算利息调整 后算资本化费用化金额 这个规矩不能破 之所以这么做 唯一的目的就是 想让你的利息调整 在到期时变成零 不至于出现伪差 它不成零的这种情况 那么最后到期偿还的时候 分次付息的债券 利息平时已经改完了 我只是带银行总管 我支付一个应付债券面值 如果你最后一次利息 要跟本金一块支付 这有个借应付你信 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带银行总管 借应付债券面值 这横杠应计利息一定是一次性给五年的利息 这是平时给 这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秋后总算账 一次性给五年的利息 千万别错了 整个的分路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么看完这个内容 下边我给大家讲 利八更八这道题 2051年12月31日 甲公司经批准发行五年期 一次还本分期付息 停 就因为他是分期付息 他就注定了他的贷方 每年要用的是应付利息这个科目 而不是用横杠应付利息这个科目 应付利息一定是什么 双面 哪双面 面值乘以表面利率 他说公司债券是一千万 这是面值 然后债券利息在每年12月31日支付 哪怕你一年支付两次 6月30日 12月31日 只要你不是最后五年一次性 给我五年的利息 我都用应付利息 现在一年支付一次 那就是面值乘以表面利率 现在他告诉你表面利率6% 那就是应付利息就应该是多少 60 一共五年那就应付利息 应该是有五个多少 60 你看 这是第一个应付利息60 这是第二个应付利息60 这是第三个应付利息60 这是第四个应付利息60 那么实际上 我如果非要再写一部 那其实我还有第五个应付利息 我们所说的多少钱来着60 我先给你写在这 行吧 就等于每年代方的应付利息 都有一个双面 也就是面值乘以表面利率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应付利息 然后他说假定债券发生时 市场利率5% 慢点 债券发行时的市场利率5% 是不是这俩一PK说明票面利率高 对 咱原理退下 票面利率高 你按双面算出的利息就多 利息多 你给人家的利息多 说明你一定是抢手货 抢手货一定是什么价发行 一价发行 啥叫一价发行 就是将来我的发行价一定比这一千万要多 这么说你服气吧 我们现在告诉发行价 没 其实对债券而言 我们债券的发行价呀 他可以不给你 他能算怎么算 如果我把现在看成是第零年 一代表第一年年末 二代表第二年年末 三代表第三年年末 四代表第四年年末 五代表第五年年末 你是不是告诉我分次服气 对 你是不是告诉我每年年末 12月31日服气 对 那么将来我每年给你的六息 就是我们所说的六十万 是只有服气的义务吗 不是 我到期还应该额外给你本金一千万 这么说你服气吧 没问题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把每一个利息给他折现 折到现在的第零点 我把本金给他折到现在的第零点 将来的本利和折现 就是我债券的发行价格 就是债券自身的价值 这是财务成本管理里边讲过的 这儿不再过多的给大家去说 那么按照现在这儿不应该是有五个六十吗 那么将来这六十我要折现的时候 他是不是标准的五七的普通年金 对那就应该是六十乘以求谁 求限制限制在前边 P斜杠A 斗号 一定是要用实际利率来折现 百分之五 几期呢 我不是说了吗 年金数个数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一共是有五个年纪 然后您这儿不还有面值一千万呢 我把一千万一次性的往前折到第零点 只有一个数往前折 它不是应该叫复利限制吗 我是不是应该加上一千乘以P斜杠F 百分之五 记住 你的折现率一定要用市场利率 绝不能用票面利率 各司其值 票面利率只是算应付利息 算利息用的 市场利率是折现的 它也是实际利率 那么本利和折现 我是不是就能算出一个金额 对 这个金额就是10432700 这个10432700 就是我这一批债券的自身价值 所以它也会是我的发行价 你看看 这个发行价 10432700 是不是比你的面值一千万要大 对 是不是吻合了我前面判断的一家发行 对 那好 该说的说完了 我们可以做分路了 可以 你发行价是10432700 不考虑其他发行费用 是不是我收到的银行存款 就是10432700 对 那么代方就会有一个应付债券 我一定要体现第一个明细科目横杠面值是多少 一千万 我不管你一家发行 我不管你折价发行 一定要体现第一个明细科目横杠面值 然后我倒挤出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明细科目横杠利息调整 432700 这是什么叫 一家 所谓的一家是你收的钱多 当然差额在带方 所以一家发行利息调整会出现带方差额 同理 如果你是折价发行 你收的钱少 比面值小 当然差额在借方 利息调整在借方是折价发行 你不用判断 你就给我把利息调整倒挤出来就可以了 写完这笔分路 您老人家应该有一个冲动是什么 画钉字账 画谁的钉字账 应付债券的钉字账 我不管明细科目 只要一级科目用到应付债券 我就应该把它过在钉字账上 这有一个带方的应付债券 1000000 还有一个带方的432700 我算出应付债券的带方余额是10432700 这叫什么 这叫应付债券的贪余成本 这干啥用的 是我赚第一年年末利息的基础 我先说到这 那至于说前边 我们给了一个表8-1利息费用一栏表 这张表我不用 我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用的是钉字账的余额 你习惯用钉字账的余额就可以了 这是20某一年12月31日 转眼就应该过去一年 到20某二年12月31日 也就是一年之后 我是不是带应付利息 这是双面 60万 对吧 那我借方有可能资本化 借在建工程制造费用 研发支出也有可能费用化 财务费用 他没有告诉你 我发行这批债券干啥用的 所以我这写了个等 那么这个数怎么算呀 很简单 一定是用你最初最初盯上余额 10432700 等于实际利率 不能成表面利率啊 我这的实际利率 不就是市场利率5%吗 记住5%既可以当折迁率 也可以当实际利率来用 这个概念从现在就要建立起来 这乘以5%之后 得到521635 分路没平 我倒几个差额 这回是在借方 就是应付债券 横杠利息调整 78365 我可以验证一下 可以 你现在摊销时在借方 你形成时在待方 是不是跟我刚才说的话 是完全吻合的 对 如果你的承诺是每年12月31日付息 你付息的分路是借应付利息 带银行松管 这个分路总该没问题吧 好 可以 做完这笔分路 您老人家应该有一种冲动 是画钉字帐的冲动 把应付债券的钉字帐画出来 应付债券在发行时的钉字帐余额 是代方的10432700 我曾经跟您说过一百回 我不管明期科目 只要一级科目用的应付债券 就要过在钉字帐上 这是不是有借方的应付债券 对 也就是78365 我把这数给他过在借封 那是不是我可以算一下差额了 可以 10432700减去78365 那么算出的数值 就是我们所说的10354 335 半点 我刚才说这个发行债券 是什么价来着 溢价 你没发现吗 它的应付债券貌似在减少 对 溢价开始多 貌似逐渐减少 最后等于面值 而折价是开始少 貌似逐渐多 最后也等于面值 就是这个道理 10354 335 是我们算第二年 也就是20某三年12月31日 利息的基础 10354 335 还乘以实际利率5% 可能资本化 可能费用化 517 716.75 还是倒几应付债券横杠利息调整 82283.25 然后支付利息 借应付利息 代银行送货 这是第二年的分路 做完了 做完了 还是要有一个冲动 是划应付债券 钉字账的冲动 因为我们要算贪于成本 在你上一年 应付债券钉字账的余额是 10354 335 这不有一个借方的 82283.25吗 将来我们算出余额 也就是10354 335 减去82283.25 算出的余额就是10272051.75 这就是钉上余额 它是算第三年 我们利息费用的基础 所以到了2054年12月31日 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借财务费用好 或者是借财务工程 反正资本化费用化 用10272051.75 乘实际利率 算出513602.59 还是到底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86397.41 因为贷房应付利息 永远等于双面 支付利息的分路 那么第三年年末 还是要算 应付债券的 丁字账的余额 在第二年年末 丁字账的余额是 10272051.75 这有个借方的 86397.41 那么丁藏的余额 是不是就相对 减少了一个86397.41 得到的金额是 10185654.34 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 这是第三年年末 一共五年 已经很有希望了 到了205年 12月31日 是第四年 借财务费用 资本化费用化 是10185654.34 跟这数是不是完全吻合 对 然后乘实际率 算出509282.72 然后倒挤出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90717.28 支付利息的分路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做完第四年 我们还是要画出 应付债券的丁字账 有人说你最后一年 不是到几的吗 实际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第四年的丁字账 没用 我只是最后想给大家 验证一下 五年到期了 我也还本了 我也付息了 应付债券 应该自用变成零 你在第三年年末的时 是代方的10185654.34 这有个借方的90717.28 不就形成一个差额吗 那最后我们是减去90717.28 算出的差额 非常非常接近面值了 就是10094937.06 对不对 对 支付利息的分路有了 然后到了20某6年 12月31日 不是最后一年了吗 我们教材是这样写的 我想给大家分开写 如果分开写 是不是你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利息 就应该是60万 这应该是五个零 那么借方 你可能是财务费用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债券工程 可能费用化 可能资本化 但是我跟你说过一百回了 这个数一定是后算 因为我们要保证 应付债券横杠利息调整变成零 所以借方会有一个应付债券 横杠利息调整 我们一定要先算它 我的目的是保证它变成零 怎么算 我一定用最初最初 利息调整这432700 这不是代方的吗 以后贪消每次不都来借方吗 432700 减第一年的贪消额78365 减第二年贪消额82283.25 减第三年贪消额86397.41 减第四年贪消额90717.28 算出最后一年的贪消额是 9493937.06 说完了吗 说完了 把这笔分路写到这儿为止 我是不是已经兑现了承诺利息调整变成零了 对 最后我后算资本化废化金额 那不就是60万减去 94937.06吗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60万减去 94937.06 就得到505062.94 对吧 对 好 那么最后一笔分路也写完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支付利息了 对 那就是借应付利息 还是写多少 60 代方式银行存款60 我是不是最后一年还要支付本金 对 支付本金的时候就会借应付债券横杠面值 比如说是1000万 代方式银行存款1000万 这些分路没问题 没问题 你把支付利息的这笔分路 你把支付本金的这笔分路 你把确认最后一件利息 一 二 三 这三笔分路拍在一起 就是你现在蒋医生看到的这笔分路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给我写在一起 那么好 是不是五年已经结束了 对 我只想给你验证一件事 我想知道应付债券 还有多少余额 您是不是在第四年年末时 应付债券的余额 应该是10094937.06 是这个数吧 对 那么是不是在我们应付债券的代方一个10094937.06 你把这一笔分路里边的应付债券给他过的经济上可以 你把这三笔过的 这三笔拍在一起 就是我换能边显示的这一笔 那我就过蒋医生的这一笔吧 这有一个借方的应付债券 我们所说的多少 一千万 这个借方的应付债券利息调整是94937.06 你有没有发现借方的合计跟代方合计完全相等 对 此时应付债券没了 为什么没了 你发行债券不就等于是付债的义务是还本付息 我也还本了 在这儿 我利息平时每一笔都给了 那我当然就没有义务 如果你没算错 债券五年到期应付债券的余额自动变成零 所以我为什么不辞辛苦的把五年的债券都给你写出来 相应的分路 第一我再告诉你最后一笔分路是先算利息调整 后算资本化废话金额 第二五年到期如果你没算错 应付债券的余额正好变成零 这就是教材的这道利息也就是公司的一般债券 那这一讲我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